老许 你要老婆不要 你要老婆 只要你开进口 我等会儿给你送来 那你就送来吧 许凌军起初以为这只是个无聊的玩笑 没想到到了下午 老郭真带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小姑娘风尘扑扑 一看就是大老院逃荒过来的 许凌军礼马慌了神 连忙把老郭拉到屋里 你这个玩笑看得太大了 什么玩笑 你别马虎了 我连证明都开来了 这可是法律啊 在这个结婚证都能带领的年代 许凌军就这么有了法律上的老婆 她看着红彤彤的结婚证 还是觉得这样不合适 小姑娘在这时进了屋 抱着行李 且生生地看着许凌军 老郭脸盲帮她放下行李 然后贴心地帮她们关上门 赶走外面看热闹的孩子们 破败的小家里面只剩下了许凌军二人 看着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许凌军感到手足无措 她贴心地倒了一杯热水 你喝水吧 走了那么远的路 小姑娘接过茶缸 看着许凌军手忙脚乱的 试图收拾杂乱的房间 小姑娘刚把水喝完 锅里的粥就煮好了 许凌军连忙揭开锅盖 给她倒了一碗热粥 你吃饭吧 我煮的粥 你吃吧 我不饿 你吃 你干了一天活了 你吃吗 我们分了吃吧 由于家里只有一个碗 所以许凌军只能用过河小姑娘 分着吃了一锅粥 吃饭的时候 小姑娘告诉许凌军 她是从四川逃荒过来的 老家的庄稼收成不好 家里还有两个兄弟 所以她就一个人出来了 许凌军连忙安慰她 这里的牧民人很好 一定会很照顾她的 两个人很快吃完了粥 许凌军正要洗碗 小姑娘纠错了过来 来是我妈交代过 叫我要勤快 许凌军见状给她倒了点热水 以免她被冷水动了手 你们这儿有没有邮局 有 你干什么 想给我妈写封信 告诉她 我找到个家了 许凌军迟疑了一下 因为她并不觉得自己能够给对方一个家 恰好这是窗外传来小孩子的嘻笑声 许凌军忙说要去喂马 把小孩子都赶走后在马厩里耗到了天黑 等她再次回到家 看到小姑娘已经睡了过去 她帮小姑娘盖上被子 然后默默来到了火堆旁 第二天天亮后 小姑娘一睁开眼就看到了打地铺的许凌军 她突然哭了起来 戳气声将许凌军惊醒 又想嫁了 看着不断抽气的小姑娘 许凌军思考了一下 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所以她拿出了这么多年自己攒下的所有积蓄 这是我攒的四十块钱 还有二十几两票 你带上回四川回家去吧 我 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 不不 就是个 不 不匹子 他没跟你说清楚 我 我是有派 姓郭的大叔和我说了 他们说 你不是坏人 许林军听到这话 突然开始泪流满面 他从小被父亲抛弃 长大后当了小徐老师 结果好景不长 又被达成右派 在迟了川草原上当了小半辈子的木马人 他本以为自己会孤独中楼 没想到现在三十多岁了 竟然有了个比他小时五岁的老婆 秀之 我是犯过错误的人 犯过错误 我们以后不犯就是了 我这个人 注定要在这儿劳动一辈子的 一辈子有什么不好 我陪你在这儿劳动 两个人互通信义 决定以后好好过日子 他们简单地办了一场婚礼 李秀之精心打扮之后 看着格外水利漂亮 他把家里收拾干净 在窗户上贴满窗花 前来参加婚礼的牧民们 纷纷送上了祝福和礼物 一直到了后半夜 牧民们才纷纷散去 这 哪来的布票 粮票 大家送的呗 那不 还有两袋米 这种质朴又实用的祝福 让夫妻俩格外感动 新婚后不久 续邻军需要外出放马 秀之一个人留在家里 在园子里脱了很多土皮 她的脸蛋被晒得红扑扑的 看得太起劲了 甚至没发现丈夫回家了 这是你拖的土皮啊 怎么 你的小船工还可以吧 你拖这么的土皮干什么呀 干院墙吧 我们也累个院墙 另外 我想在这儿再盖一间小房 晚上夫妻俩休息之前 秀之拿出一个日记本 一点点分享着 在许凌军外出车十天里 她都做了些什么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 念着日记本上的内容 但念了几页之后 秀之突然抢过日记本 不想让丈夫念下去了 哎 怎么不让读了 下边就是脱土皮的事了 皮子我不会写 土不以恒 接下来的日子里 二人的生活渐渐红火起来 秀之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还给许凌军生了个大胖小子 等孩子长大一点 秀之就带他去牧场上 陪伴放麻的许凌军 他们不知道的是 更好的事情马上就发生了 这天一家人正在吃饭 牧场的人突然找上门来 让许凌军赶快去牧场 主任有话要对他说 许凌军有些紧张 因为他现在的身份 还是很敏感的老幼 他立马传带整齐来到牧场 没想到主任告诉他的 竟是一个甜大的好消息 那就是从现在开始 他不再是人人喊打的右派 也不用再当木马人了 因为曾经当过老师 所以许凌军接下来的工作室 接着当一名小学老师 惊喜瞬间冲昏了头脑 许凌军止不住激动落泪 知道自己终于苦尽肝来了 秀之 从今以后 我们就和大家一样了 一二天已大早 他穿戴整齐来到学校 站上了就位的讲台 提摩师 同学们 请大家打开课本 对李秀之而言 不管丈夫是普通的木马人 还是受人尊敬的老师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他真的没想到 丈夫的父亲 竟然在国外当了大企业家 并且在回国后 希望能和儿子 在北京见上一面 得知丈夫的父亲 竟是别人口中的一万富翁 李秀之有一点好奇 一亿有多少 大概 能买一万辆汽车吧 爸爸我要汽车 妈爷的汽车 你没出息 亲亲 妈跟你说 那是爷爷的钱 钱只有咱们自己挣来的 花得才有意思 才心里安逸 不是我们自己的钱 一个也不要 这叫稚气 啊 在孩子睡着后 秀之准备了很多茶叶蛋 都说理清情一中 他虽然不跟着去北京 但也得准备点东西 表示一下他的消息 晚上许凌军故意开玩笑 说自己要跟着去美国 到时候再让朋友们 给秀之说个新对象 秀之停后不紧不弃 还非常独听 他绝对不会去国外 因为秀之心里清楚 许凌军舍不得 这片生活了二十年的土地 夫妻俩看着墙上那张 已经有点年头的中国地图 你天天爬在墙上看他 你可以把它摘下来 装在口袋里带走 可那是空的 麒麟山你背不走 大草原你背不走 在我们家乡 有句老话 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 秀之 第二天一家人坐马车来到县城 秀之买了很多东西 让许凌军在路上待着 哎 给家里再留十块钱吧 嗨 家里要什么钱 穷家富禄 你带上吧 在妻子的目送下 许凌军坐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 父亲的秘书一早就等在机场里 他带着许凌军去了酒店 父子俩相见的那一刻忍不住都热泪盈眶 父亲拿出很多年前 许凌军幼年时的照片忍不住开始缅怀过往 许凌军也回忆起来 小时候父母关系不合 在母亲病重的那一年 父亲抛下他们去了国外 之后整整三十年音讯全无 得知父亲此行的目的是带自己去美国生活 许凌军陷入短暂的沉默 很快就到了晚饭时间 他陪父亲来到餐厅 看着满桌的美味佳肴梗是感到无微杂陈 他没有把秀之准备的茶叶蛋拿出来送给夫妻 这晚夜渗之后 他正在给秀之写信 父亲突然走进房间 发现他在信里写的全是对妻子和草人的思念 父亲心里十分清楚 他是不可能和自己一起去国外生活了 爸爸 你不要太伤感 我和秀之过两年就看你 第二天天一亮 父子二人就踏上了分别的道路 父亲在路上看着背景 想要再仔细看看这座阔别多年的城市 一个礼拜 像一场梦 哦 比梦要好 许灵君目送着父亲还有父亲的秘书离开后 心里终究还是有些不舍 父亲说我和朗军 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我 我认为 有时候感情是信念的基础 这里有我汗水经过的土地 这里有我患难与共的亲友 这里有我相濡以沫的妻子 这里有我生命的根 我认为是有些不舍费的妻子 我认为是有些不舍费的妻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